你 船舅你们 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 爸 兄弟 把我妈唯一的遗物 还给我 聂总 谁让你私自从山里回来的 六年前 在国外私自和一个野男人结婚 又生孩子 结果被人家抛弃了 活活的气死了你妈 现在 还有脸找我要项链 然然 别闹了 快回乡下去吧 别惹你爸爸生气了啊 你们把项链给我 我马上就做 干嘛 看来 你在山里吃的苦还不够是吧 我妈去世没几天 你就把公司抢走 我把刘芳和姜茶茶带回 现在 还要费卖我妈唯一的遗物 你对得起我妈吗 我配过你了 滚 老姜 别生气了 一会儿啊 还有贵客要来呢 嗯 然然啊 你也真是贴心 知道明天要拍卖项链啊 就把姐姐的照片给带来了 嘿嘿嘿嘿 哎呀 这雨啊 真是越来越大了 妈妈 我们也回去吧 那天 既然你当年很新选择离开 为什么现在还要回来 我不也是 郭总 明天咱们就签约了 你看 姜然然抛夫妻子六年 你还敢回来 姜氏将于今日之日归于故事名下 签约一致及慈善拍卖 将于今晚在这举行 本台记者报道 这是拿回你外婆遗物的悲意机会了 待会你千万别乱跑 在这等我 妈妈放心 妈妈走了 姜小姐 姜董吩咐了 你不能进 人太多 爸爸你自己去吧 那你在车上坐着别乱跑 特别的晚风遇见了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只因为你才有意义 那 孟总可是出了名的讨厌女人姐姐 这是女人玩了 几年不见 学会疫情故纵了 是你 我没有 这是我女伴 不想被赶出去吧 警察大来了 快快快 江小姐 请问您在故事集团工作 是否另有内情 进机会有婚讯吗 感谢大家参加江市和故事的签约酒会 接下来 是拍卖会环节 Cheers 江市这子生是下了血本 仙儿把懒算项链拿出来拍卖 江市 那是罪功之义不再久 这个女人 怎么会和庭春在一起 下面是本次的压轴拍品 西式珍宝蓝钻项链 起拍价三千万 请出价 三千五百万 三千五百万 四千万 四千万 放开我 你是我母亲的义务 不能被拍卖 那你想怎么样啊 去抢 还是让江家 把项链还给你的 我们等到一段时间 祖王 我能帮你 拜拜 京 开胳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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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萬 八千萬 八千萬一次 直接翻倍 查查 顧總這是拍下來給你的吧 四千萬直接漲到八千萬 這明示給江姐送錢了 八千萬成交 恭喜顧總 恭喜顧總 清晨 謝謝啊 抱歉 個人收藏 顧總 我想請你一定不要轉手賣掉 我一定會想辦法籌到錢 再向您購買 江然然 真的不記得我了嗎 真不好意思 我確實沒有見過你啊 我六年前出過一次車禍 好像 失去了一段記憶 顧總 難道 我們倆 以前認識啊 我們豈止認識 我倆結過婚 甚至有過 家庭 我 你當年為什麼 拋棄這個家庭和孩子 不過去的地方 不好意思啊顾总 你好像认错人了 好 就当我认错人了 我失忆了 行吧 你现在应该还没工作吧 那这八千万你怎么还 爸爸 明天来顾氏上班 什么 你不是想筹钱吗 给我当秘书 用你的工资来递 你们还要报到什么时候 谢谢顾总 我明天一定 准时报到 这是怎么回事 小语 江然然 好你个江然然啊 装饰一靠近我就为了骗走小语 是吧 我竟然还相信你 把现场给我全部封锁了 一只苍蝇都不许给我飞出去 把那个女的跟小语给我找出来 是 小少爷 可算找到你了 小少爷是我吗 当然是你了 走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小语 你去哪了 怎么还换了这衣服啊 不是我不是什么小语 我是小宝 叔叔你是谁 我 刚刚小少爷被人暴死了 可能吓早了吧 小少爷 小少爷 江然然跟你说什么了 不认爸爸了 和妈妈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 以后不许再跟江然然走了 至少现在不行 回家了 你这是套什么脾气呢 啊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快来救我 撕票吧 撕票 果然是要保险我 我在等罪不能被撕票 乖 妈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我再给爸爸发消息 要他来救我 妈妈真不靠谱 关键时刻 还得我将小宝自救 这就是小宇 和我真的一模一样 难道 这是小宝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 我们是天兄弟 他真的是我妈妈 这个男人长得又高又帅 但我爸爸也勉强说得过去 爸爸爸爸我好想你 哎呀小宇以前 没这么爱撒娇啊 怎么感觉小宇今天怪怪的 妈妈排番茄鸡蛋面来喽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这没发烧呀 怎么了 我好想你呀 小宝 你这身衣服哪来的 我现在我充满穿的不是这一套呀 衣服都脏了 一个好心人帮我换的 好心人 这衣服看着 你说妈妈你现在才发现吗 吃面 再不吃凉了 小宝怎么怪怪的 不会是心理问题吧 明天带她去医院看看 医生 这孩子只是性格很沉稳而已 行李很健康 放心吧 没有问题 成了 谢谢医生 快去吧 走 小宝 那么要去故事工作了 你再学下好好听话哦 走 你好医生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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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这孩子不知道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就性格突变 变得年轻又撒娇 看看这怎么回事的 是不是孩子压力太大 要不然这孩子怎么会性格一会儿一变 要不看点药吃去吧 对对对 诶 陈主 你过来先把孩子接回家吧 我得上班了 谢谢医生 是不是我压力太大 是不是我该吃点压 这好像就是在那见过呀 不好意思 江然然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想来面试吗 可惜啊 我们公司的宝洁已经招满了 抱歉 我是来入职的 江总 顾总来了 快快都站起来 江然然 你一个被江家赶出来的气 你得认清自己的位置 懂吗 顾总好 江秘书 该工作了 陈胜 江然然 我能赶走你一次 就能赶走你第二次 顾夫人的位置 是我的 刘主管 刘主管 下班之前 我不想再在公司看到她 懂吗 明白 一小时后把这些资料做完 交给你 交给你 主管 我这上午的工作都还没有做完 这一个小时 哪做得完这么多 这点事你都做好了 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什么 主管 我要请半天假 哎 刘主管 这种不负责任的员工还配留在公司吗 江然然 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些工作做完你就别想走 要不然 直接开除 不 抱歉主管 我儿子不进了 我必须要去找 嗯 江然然干嘛去了 廷长 我提然给你道歉啊 她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一点工作都不想做 说什么她儿子丢了 立马就跑出去了 儿子 嗯 江然然又有孩子了 江然然她呀 向来都不太间谍 以前在国外和野男人结婚弄出丑闻 害得江是一蹶不振 最回回国之后 被我父亲赶到乡下 这不 又跟其他男人勾搭在一起去 这个孩子的生父啊 都不知道是谁呢 主带 小舍也不见了 啊 赶紧去找啊 据我所知啊 江是一蹶不振被我收购的原因 是因为你父亲无能 现在都二零二三年了 婚姻自有 结婚算什么丑办 停车 停车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停车 小宝 小宝 你去沿着路边 再给我找一遍 是 小宝你在哪儿啊 小宝你别吓妈妈 小宝 小宝 是 是不是你把小宇带走了 什么 你跟我装诗意是吗 我问你是不是你把小宇给偷走的 顾总 我是很感谢你帮我拍下了项链 但是我不认识小宇 况且我儿子也不见了 你儿子 你跟谁的孩子 顾总 这好像和你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自信的不见了 我很着急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江山人 为什么我总是会对你心乱 对不起 我刚才太着急了 你把你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一看 我让保镖跟着一起找 顾总 我儿子他在外面玩 说晚一点回家 我就先回家了 说不定小宇也已经回家了 顾总 您可以回家看看 总裁 陈助理说少爷他已经回去了 我要回家 我想妈妈 小宇也 为了防止你再乱跑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等总再回来 我再给你开门 哼 这个爸爸太坏了 他派人给我关起来 我要回家 让妈妈给我换个爸爸 爸爸真幼稚 趁我不在家 偷吃垃圾食品 哟 哟 哟 小少爷 你这什么时候出来的 又什么时候换的衣服呀 乖乖的啊 我回来是烧烧行李的 我打算跟妈妈住一段时间 你妈妈 小少爷 你在说什么呀 哼 嘿 老月 你去哪了 嗯 嗯 幼稚 因为我找妈妈就暴死了 你看我干嘛 你今天到底去哪了 今天爸爸都不许大家提醒妈妈 爸爸 你看妈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来 爸爸你想我吗 想呀 以后不许乱跑了 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吓死我了 不过 你今天去哪儿玩了 妈妈 一直说爸爸死了 看来爸爸妈妈之间问题很大 我还是先闭嘴吧 我还是等等待会吧 咪咪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好像突然变回以前的情况 啊 昨天因为小宝走丢突然离开 今天恐怕 为了早日输回项链 不论怎样 都得要在这儿 你还有脸回来啊 对不起 主管 昨天是我太着急了 我手里 江然然 你是不是把故事集团 当成菜市场啊 你说来就来 说久就走是吧 你被解雇了 刘主管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可以 那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呀 啊 嗯 明天早上 这些全部整理完 交给我 你可不要说我 没给你时间呀 是主管 是一个星期的工作 好的主管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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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you i feel love 我晕得很想鬆 我晕得很激烈 那我心想要不留意 这回事 我心想要不忍得 那不忍得 它是 你不忍得 你不忍了 你不忍得 没做完吧 辞职信 要交给我 我竟然做完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 真是睡迷糊了 主管 整理好的文件 发您邮箱 算你有本事 不错 这连小事都办不好 是 就是你偷了我的文件印象 没有啊 没有 昨天晚上公司里面就你一个人 无论 还能是谁啊 啊 从我艺术都在做文件 这你是知道的呀 桌子要拿走 证据呢 证据呢 证据 还说没你 这就是证据 你听说姜燕燕是焦主的几个字 谁想到这样会多东西 你用刀心结 这可不行 慢点 我没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我这儿 姜燕 这么几句 容不得你指来 查监控 看看到底是谁那走了U盘 姐姐 你这人太让我失望了 这两天啊 刚好重新布线 监控没有开啊 你这个是公司重要的机密 你能饿起责任吗 刘主管 赶紧报警吧 姐姐 不能用办法 别怪我啊 来人 姜燕 今天走 你这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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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欺负我妈妈 我再就去找我爸爸 哎呀 小语 你 你 你又乱跑什么呢 爸爸快去抓妈 放开他 总裁 放开他 放开他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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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然然哪 偷了机密用盘 所有我们才 还不放开 停车 盗取公司机密文件 非同小可 这江然然不流入这故事了 这哪儿来的小杂种 你说谁小杂种呢 刘主管 你早上出门没刷牙巴嘴这么臭 你怎么对我 我都可以忍 但是我不能容许你对一个小孩子 口出恶言 你是当妈妈的 终于知道护士记忆了 真乎 不是离开 在故事效率是最重要的 今天早上所有监控也就恢复这种 真的很 그럼 注意 不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人 闭嘴 怎么知道 你再留我一次机会吧 我我是被冤枉的 刘主管 Gün 你再留我一次机会吧 我我是被冤枉的 刘主管 您再留我一次机会吧 你怎么回事 是不是最近功夫太累了 搞错了呀 没错 是的 是的 我忘记我把药块放在那儿了 是我糊涂了 江景人 是我弄错了 实在对不起 请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 是要不为例 是 是 还愣着干什么 过来 我肚子抬去厕所 顾总 今天的事 江仁仁 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你别以为我今天护着你 就是原谅你了 什么意思啊 顾总怎么阴晴不定的 顾总 那 您的意思是 没事 你去淳科集团 找下刘总 谈一下可以了 这江仁仁 那装失忆的原因是什么呢 难道是想跟我和好 我不好意思说 沉住 通知人事部 由主管这个位置 重新照片 第一次来爸爸公司了 此天正好接妈妈下班 这是面镜子 你是小雨 你是小宝 你这是干什么 妈妈来找我们啊 你这是干什么 妈妈来找我们啊 嘘 我们现在还不能想让爸爸之前说妈妈抛弃了我们 不可能 妈妈是成年下最好的妈妈 看来爸爸妈妈之间有个天大的误会 那怎么办 你先稳住 小宝你去哪儿了 小宝 小宝 小宝你怎么突然来公司了 当然是想妈妈了 妈妈也想你 可是妈妈待会还要工作呢 小宝你回家好不好 走 这刘总真的在这儿吗 不会是骗我的吧 哎 我学你 小宝姐抱歉 我们刘总去郊外去查工地 他让人去工地找他签约 这里没有工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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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头好晕 江然然 让你签约你去哪了 刘总说根本就没见到你 我迷路了 好像 好像还有点中暑 待在原地别动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江人 你真是我的可行吗 你刚才晕倒了 别误会人 我还 没原谅人 又睡着了 爸爸果然在骗我 还说什么妈妈不要我们 看来是时候帮爸爸追回妈妈了 陈主 你送一些女生的换洗衣服到我家来 嗯 总裁 换洗衣服 您是指 就是睡衣之类的 多弄几家 好的总裁 我懂的 您放心吧 陈主 这是怎么说话语气这么奇怪 不计女色的顾总竟然开窍了 我选的这套衣服 顾总一定满意 哎呀 生之家 就靠你了 舒服 你醒了 顾总 怎么回事啊 这是 你中暑晕倒了 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吧 换洗的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 在衣柜里 这个顾总 虽然有时候乖乖的 他男人还乖好嘞 嗯 顾晴晨 顾晴晨 我收回刚才那句 你脸怎么这么红 发烧了吗 顾总 虽然你帮了我 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们俩只是上下级关系 上下级 你懂吧 爸爸你又做什么了 顾晴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奇怪 顾晴晨 顾晴晨 你怎么还满意我的准备吗 顾晴晨 你这双脚 扣光 啊 妈咪你别生气 小宝 你怎么在这 难道是我错怪总裁了 他还挺细心的 还把孩子接来了 小宝 妈妈没生气 妈妈生病了 叔叔照顾了我 充电 有妈妈的感觉真好 小燃燃 还有药你没喝 谢谢顾总关心 我已经没事了 妈妈 爸叔叔帮了我们 是不是请他吃顿饭呢 吃一下不用了吧 叔叔明天下午就来我们家吃饭吧 嗯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像小宇啊 应该是我想多了 明天下午有两个会 不过都可以推了 我到时候可以 哎 顾总 孩子开玩笑的 您别当真 不是 不是 哎 这 哎 江然然 你是不是耍我 回家 走 虎哥 虎哥 那就麻烦你好好照顾照顾他了 江小姐 我办事儿你放心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马上就到家了 你再等我一会儿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妈怎么了 爸爸 怎么回事儿啊 让高妈妈照理一下 电话就打不通了 那张什么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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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包裏友情 手机也给你 干什么 你写一个玩玩啊啊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就喜欢军战神 这地方你叫我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你害怕我在哪儿 没事吧 总裁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今天怎么会在这 我 都过 总裁 快去医生 是 江秘书 这腹底也没什么医院 你看 要不希望总裁去你家休息一下 可以是可以 但是这种情况 我是去医院更好 这不为了救你才受伤的吗 先休息一下 扶住 扶住 你没事 走吧 帮我停下 我 抱歉 我轻一点 那个 已经擦好药了 我的天 这是小朋友能看的吗 你先去休息一下 等陈助理来接你 江秘书 先让总裁在你家休息吧 我这边还在处理那个流氓的事 我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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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你在這幹嘛呢 嗯 嗯 嗯 啊 啊 OK 这鸟个人真是不要人省心 什么 你 我不会是半夜市民 我自己进来了吧 来丢人 你 怎么办 他不会是要醒了吧 醒了 你想跟我和好的话 其实不必这么麻烦的 顾总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误会 误会你欲擒顾总 如果你诚心求和的话 我是可以勉强原谅你的 我同意和你复婚 复婚 咱们俩结婚会吗 江冉冉 我查过了 没有你出车祸的任何记录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六年前 我 谁啊 谁啊 Sepraise 你怎么来了 我刚回国就来见你了 小宝宝了啊 呜呜呜呜 她是谁啊 这位是顾廷辰 我老板 这位是陆渊 我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顾总作为上司 是不是管别人太多了 我们俩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 江然然的事 她只能我管 然然 带着小宝跟我走吧 不许走 小宝跟她什么关系啊 小宝叫我爸爸 你说我们什么关系 无所谓 顾先生 请吧 你还是先走吧 过 郭总 你也请吧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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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 我好像 爱上固定站 早 上班要迟到了 总裁 车的手续都办好了 你看 什么时候需要 给你送过来 去给姜然然送去 你有意见 没有 我马上去安排 我就说 总裁这么大半夜 那么扯 姜然送给姜小姐的 那姜小姐 这公司遇到了问题 我要不要提一下 您有事吗 总裁 姜小姐 好像在公司不太顺利 需要出去帮忙 车都送了 估计也不会让姜小姐 白白上去去 难以我得爆棚啊 不用 上一秒送车 下一秒就猛点 郭总啊 单身是给应得的呀 这 这是谁的车啊 竟然是刚出来的限量版 至少得八位数 八位数 这肯定是咱姜总的呀 她可是姜家千金 怎么大家都在这里啊 啊 姜经理 你家司机来接你了 好羡慕啊 您好 我是来接姜小姐的 是我 你是我爸爸 新换的姓姓吗 姜然然姜小姐 请上车 这款车我都买不起 怎么可能是姜然然的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人 姜然然姜小姐 我是顾总派来的司机 以后接送您上那班 顾总 对 不是 她为什么突然要送我车 这个问题 您还是亲自问顾总吧 喂 你为什么突然要送我车啊 只是暂时借给你用 免得又遇见什么事儿 万一受伤耽误工作 只是怕耽误工作吗 啊 那就请您上车吧 哎呀 诗意后的姜然然可更难搞了 到底怎么送给她 才能不会怀疑呢 爸爸你在想什么呢 我看书呢 我看书呢 爸爸可在你半个小时前就在看这儿了 好好玩你玩具 工作呢 爸爸 追你孩子可不能这么追 你才几岁啊 还懂这个 当然啦 我可不是三四小孩了 我也是很受欢迎的 女孩子都喜欢惊喜 好 那你跟我说说 女孩子送什么样的惊喜比较好 当然是送花啦 一大片一大片的玫瑰花 爸爸你真笨 这样什么时候能追到女孩子 好好帮你玩具 哎 那谁说我追女孩子了 你以后不准再偷听我打电话了 明天送点玫瑰花的公司来 月都有 哈哈 爸爸太傲娇了 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追到妈妈 外面那么多妈孙时啊 好弄啊 请问 姜小姐是哪位 外面的法国红月玫瑰需要先收 姜小姐 她说的是咱姜总 还是那个姜产啊 有的人要自知之明 不过是个被赶出家门的人 真把自己当个聪明 别以为上次总裁给你撑腰 有什么了不起的 总裁只有我们姜总配得上 可不是你这种带个野种的女人 能有资格攀附的 怎么 被受到处处 要打人了 啊 你想多了 狗说我这样两声 你难不成还跟狗关键 你说谁是狗呢 谁答应我说谁 这是干什么 姐姐 你可别在故事闹得太难看 对你的名声也不好 爸爸知道了会更生气的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 你别姐姐妹妹的叫 姐姐 你这说的是气话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姐姐 想必 亭晨应该也不会让你进故事吧 你面子这么大 怎么还没到上谷夫人 那个 江小姐 啊 那 那个 麻烦您签个字 给我吧 我来签 不是 不是 你 行了你可以走了 大家有喜欢花的就过来拿吧 你 你这名字不对啊 是江柴柴啊 怎么了 我要找的江小姐是江然然 什么 你这不是胡闹吗 还让别人把花拿走 这我可怎么交代 那说 这花是送给谁的 这花是给江然然小姐的 你知道这花多少钱吗 这我可怎么赔得起呀 façon 我是江然 江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他怎么回事 我还 McKinney 自然给江然然送一片花 是我一年 affirm自己的买人 koll 你只是一年了 那可是进口五位 你知道刚才有多丢人吗 你是故意的吗 不是了江总 我真以为那是送给你的花 我觉得只有您才配得上那么贵的花 我估计是那个然然 他自己买的 他就是想给自己撑面子 也是 他一个被江家赶出家门又带着野种 谁会愿意给他送花呀 他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他是想踩着我回江家 我不想再看到他 江总放心吧 知道怎么办 你最好不要让我再失望 不然 江然然 我倒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这就是得罪我和江总的下场 监控的切断 看你这次还能拿出什么证 偷窃商业机密就等死了 才会两个小时好累 就是啊 不过如初乖来的事 所有人停下你们的手头工作 公司机密文件被窃取 接下来要调查你们所有的店 江然然 果然是你窃取了商业机密 这不是我的门键 肯定是有人 会寄存我电脑里的 这是你过电脑 除了你还会有谁弄 天哪 姐姐 我知道你对我爸和我不满 但是你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姐姐 你 你还是辞职吧 还好发现得及时 辞职的话应该能解决问题 你再说一遍 不是我做的 姐姐 乱爸把你赶出家门怀恨在心啊 可是 他也只是心痛你跟别的野男人私混啊 我先查查 是你罪了 江然然 你还在叫我面 啊 我正式通知你 你现在 涉嫌窃取商业机密 现在 立刻封存你所有私人物品 接受下一阶段调查 来人 这一次 你将在整个江城 和立足之地 丰才 今早业务那边被窃取的精密文件找到了 是在 江小离的电脑里 叫他过来 江小姐还用着着透文件吗 看总裁那个样子 江小姐勾勾手指头 总裁整个故事都得送给他 过错了 我真的没有透文件 我全部东西都被带走了 想让我帮你 哎 那帮你 对我 有什么好处呀 我就剩这点工资了 你要的话 我就都给你 哎呦你可别忘了 工资 可是拿来束项链的 那你想要什么好处 啊 亲我一下亲我一下我就帮你 那怎么可以啊 其他的 你也一无所有啊 你要不愿意的话 呃等一下 我 我跟你做了一下 我做了一下 他做了一遍 那有什么需要的 我做了一遍 我做一遍 那我做了一遍 你都不再接着 我是做了一遍 你都不再接着 我做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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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想要吃了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 他窃取咱们公司的文件 他一直对故事 还有江总不满 总裁 据说他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子 就是因为这个 他才窃取咱们公司的文件 试图卖给其他公司 像这种人 就应该进监狱 刘主管 你话别说得太早 现在电脑都可以查到浏览记录 一定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电脑已经封存了 你能拿得出来证据吗 这次死定了 顾廷辰会相信我吗 总裁 您快点叫人把他给代付了 说实话 咱们公司是时候该清理门户了 确实是该清理门户了 封住 刘青 你涉嫌商业窃取 无险他人 飞开主了 随后故事也会对你进行起诉 来人 来人 不是 你开什么玩笑 我刚才都说了 是姜然然 你搞错了吧 你自己干了什么自己不清楚是吧 你凭什么说是我 啊 有监控吗 有指纹吗 我不允许你对我的工作能力有志 自从上次你诬陷江小姐之后 我就修改了公司的监控线 保证监控24小时不断电 所以你的一切行为都在 都在总裁的掌握之中 带走 带走 总裁总裁 不是说是江南外带街景 怎么是留住的 我跟你说啊 这事肯定有钱 郭总 郭总 带走 郭总 郭总 你得救我呀 都是你 刘主管 毕竟你的罪 否则为我的是办法 让你变成哑巴 刘主管 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不对了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把他给我带出去 你真是个没用的浪费我的时间 难道是顾婷琛帮了江然然 哎 哎 姐姐 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 真是太好了 不然 爸爸肯定还是会被你弃生病的 顾总 对不起啊 姐姐自从来了之后 就闹了不少事情 你 你 别装了 姐姐 你这是什么话 我是一直把你当成亲姐姐的 你和你母亲 纠战雀巢 靠江振知我母亲绝户 能养活你 做伯妹 配吧 挺差 你 你别误会啊 姐姐她向来都不喜欢我 不喜欢呢 自有她的道理 与其是她生气 你我们才对她的思想 我倒是要看看 你给公司名誉造成影响 故事还能不能容得下你 顾总 刚才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是收了好处的 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敢勾引我老公 还生我的私生子 那野主呢 不是 你谁啊 你莫名其妙打人就算了 你还造谣我 你信不信我可以告你的 敢做不敢认 年纪轻轻的 勾引别人家老公 看我不打死你 快来看看 你们公司里头 居然有这样的员工 破坏别人家庭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老公 你更别说我孩子是他的了 你说我勾引你老公 证据 证据 还有什么证据 我亲眼看见的 不要脸 你们公司居然有这样的员工 像这样不知脸痴的女人 他们赶紧开除了 天哪 别人气啊干啥 哎 怪不得一会儿送车子又走啊 原来是卖身的 嗯 本来呢 我是要和顾氏合作的 但是看到顾总连着案都保护不好 想必合作上 也没有什么能力呢 啊 姐姐她又做了什么事情啊 啊 看来是因为那个私生子的事情吧 啊 啊 挺差啊 陆总实在是对不起啊 姐姐她又把私事搞到公司了 背后议论 江小姐 未免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吧 我啊 喜欢勾引男人是吧 我今天要你好看 敢推我 好啊 居然勾引两个男人 哼 这个 真是没用 狐狸精 那个严主们照片 我早就拍到了 你们还被这个狐狸精蒙在鼓里吧 他在外面已经有一个私生子了 这是我的孩子 陆总 这乱认儿子不太好吧 那个 顾总 那什么 陆渊他的确是小宝的干爹 小宝 什么干爹 这怎么可能 那就是个私生子 这是我的儿子 陆婷川为了帮我 竟然说小宝是他 他的孩子 这人发什么疯了 竟然拿小少爷的照片 怎能闹着 顾总可是掌管故事集团 惹了顾总 这个女人 你 你是顾总 对对对不起 我我我错了 我错了 饶了我吗 饶了我吗 你刚才冲进来的时候 不是还理直气壮的 现在怎么问错了 还有 我儿子照片你哪来的 我就是胡说八道 我一时鬼迷心跳 我一时鬼迷心跳 燕燕 何必在这儿受罪呢 跟我走吧 江燕燕 你要去哪儿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 香脸不想要了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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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去哪儿啊 你和顾燕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六年前 我在国外出过一次车祸 我 是他救了我 所以说 孩子是他呢 哎 反正最后都是我呀 不所谓了 不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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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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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她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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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他 都 可 呃 那 sarani chop 雷总 谢谢你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I don't care Cause your love is so sweet You are my everything 前奈巴没当故没遮住 A는 마리아니아 난 변하지 않아 爸爸进步不错 我只能만 바라볼 거야 Oh you're lying in my life 爸爸妈妈也寻寻着 你先故事见面 后悔하지 않아 我只 너를 위한 변하지 않는 사랑으로 很少见准才有这么年重的表情 难道公司做一共棋吗 所在 跟你说 我追回江然然的概率 有多大 我认为 什么 舒正辉 你和金小姐在一起过 哎呀 不是在一起过 是我们结果官 但是这个 我看江小姐 对你都得陌生了 这个江然然啊 她好像是失忆了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 这正是我们 重新在一起的契机 但是江小姐 毕竟带着孩子 老夫人那边 这孩子怎么 我不也带着孩子吗 这孩子的母亲 呃 宋才 这万一 江小姐和孩子父亲 和好了吗 那我跟江然然先在一起 就算孩子他爸出现 那也得管我叫上大哥 对 是时候告诉江然然 小雨的存在了 嗯 有命啊 这精神手服有命把揍 竟然是个练脑 对 小少爷 在这干什么呢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有大事要做 你的大事 就等到长大之后再做 现在呢 我就只能做一句 送财百货生了 坐飞机了 哦 小宝一点 时间关键都没有 下次我作为哥哥 还是得好好交他 嗯 小少爷 你怎么又出来了呀 陈叔叔 你在说什么 我还要这样需要吗 小少爷 都说了 你的正事要等到长大之后才 现在呢 就做个天真烂漫的 小 呦 吧 小少爷 陈叔叔 你放我下来 我宁千千 记性就不好了 陈助理 那大华是哪 说你 带着什么呀 现在 小宇 这是从哪来的 这是我跟然然订婚时候的戒指 怎么会在你这啊 早啊 早我信任了 信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会抱怨孩子 了吗 妈妈 妈妈 怎么会有两个小语啊 爸爸 难道 难道顾天生是小宝贝的 我一点都不记得 我明明只生了一个孩子 怎么会要多一个 六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谁被吓到了 难道 六年前 你生的是双胞胎 小宝的爸爸 是我 我不知道 六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你抛弃了我们母子 明明是你抛弃了我跟小语 爸爸真笨 看来还是在用秘筒 妈妈 你不喜欢我了吗 当然不是了 妈妈只是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妈 我也想有个爸爸 然然 孩子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你愿意接受我吗 我还没有准备好 没关系 你可以先住进顾家 好好陪陪两个孩子 好 但是 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俩小子 跑得还挺快 然然 跟我回家吧 你给我一个银行卡账号 我把卡里的钱退给你 好 退 为什么退啊 你现在对你的身份 没有一个认知 你 不认得这么好 清晨 您是来 出去 清晨 明天 公司周年庆 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咱们一起出席吧 可是 我想跟你 分开出席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名分 哎 晨晨晨 这 不是人的项链吗 是的 杨总 总裁明天要带着助理请 好 好 江晨晨 明天一定会让你管出江城 哼 总裁 蓝钻项链我已经拿到了 一看你什么时候需要 我给你送过去 啊 你让我闻身上装了 你知道项链多贵吗 你赔得起吗 你 我告诉你 你这种人 我看见你我就头疼 你 陈助理 江总 你这是做什么呀 啊 我看今天姐姐也来 我怕她生气 只好躲在这里了 啊 这江小姐的女人 你放心 江总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行 你先走吧 江然然 偷了八千万的相恋 这回 我要让你揉嘴也受不清 江然然 偷了八千万的相恋 这回 我让你揉嘴也受不清 姐姐 你怎么才来呀 对不起啊姐姐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哎呀 这个怎么办呀 哎呀 我不是闪闪 你怎么把衣服弄脏了 正好我多带了一件 要不然你去换一下 哎 哎 姐姐 要不你跟我换衣服吧 别麻烦别人了 你离我远一点 不过 Dale 这 aden 从小你跟你妈住别墅 我跟我妈住桶子楼 凭什么 只要你过得不好 我就不累 凭什么 从小到大 你吃的喝的 全都是我妈给的 你说凭什么 我说妹妹你啊 每天吃那么多 怎么还是这么柔弱啊 原来都是白吃 你说谁白吃呢 你就不怕 你就不怕 我把你臭臭都说出去 像你这么蠢的人 还真是少见 我呀 我有点同情你了 尽管据说 记得快一点 你得一不了多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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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听琛 你怎么把这套项链 给拿出来了 毕竟啊 现在价值八千万呢 就怕有人 一时起的贪欲 江小姐 这条项链 现在应该已经 跟你没有关系了 这怎么回事 天哪 是 是有人偷了它吗 马上去查 谁 是 晶晶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之前呢 姐姐就很想要这条项链 甚至还不惜逼给我爸爸 你说 会不会是姐姐一时迷的心跳 做了坏事啊 哎 姐姐 你妈妈的遗物 拦遂项链丢了 你 你不会是太想要这条箱链了 所以 这江家也太丢人了吧 居然养出一个贼 这可是总裁在拍卖会上 拍出八千万的箱 这下江然然很难了 那遗物本来就是我的 我要拿 也只会堂堂正正地拿回来 我何必去投 姐姐 你偷了还不成人的话 爸爸会更折气的 姐姐 你偷了还不成人的话 爸爸会更折气的 这下人赃并获了吧 这种人就应该 过去出我的公司 报警 快把他带走 这么拙劣的手段 还想陷害我 姐姐 现在已经人赃并获了 你就承认了吧 没事吧 我出门的时候穿的什么裙子 顾总最清楚不过了 你们两个为了设计陷害我 一个故意把酒扑在我身上 一个假意好心把裙子借给我穿 实际上提前就把项链藏在裙子里了吧 就对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偷了东西别污蔑我 我承认 没关系 因为我自始至终 都没有碰过这条项链 现在好像还可以拿去做 生物鉴定 沉住 马上去鉴定 总裁江小姐 都是江总指示我的 是他把项链给我 让我放进衣服里的 这 这是他给我的钱 你 你胡说什么 我 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清晨 这条项链 江然认不可能偷 为什么 清晨 你该不会信了他们的话吧 我真的没有偷 跟我没有关系的 这条项链 本来就是他的 清晨 你什么意思啊 他 他偷了东西 这条项链 谁都有可能去偷 但是江然认不会偷 我今天来 本来就是要把这条项链 送给他的 江茶茶 谁从这个盒子里 把项链拿出来的 我很清楚 如果你想不清楚 那就停止休息 好 小孩好吗 还好 你被解雇了 从此来 你就饶了我吧 看来故事很快就要有女主人的 江总可真是糊涂了呀 听晨 你回来 我没事的 只是轻轻扭了一下 明天就好了 那也不行 轻轻扭了一下 也得注意啊 我给你涂点药 平时高高在上的顾总 竟然会这么温柔的给我擦药 已经没事了 谢谢 你想跟我说的 只有谢谢吗 那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要啊 爸爸妈妈 我们今天一起睡吧 一起睡 不行 妈妈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其他小朋友都是和妈妈妈一起睡的 可是你看这床他也睡不下呀 要不就爸爸陪你们睡 这床挺大的呀 咱们一起能睡得下 妈妈其他小朋友都有 只有我没有 只有我没有 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和爸爸 怎么会呢 小语 要不 今晚 一起睡 求之不得 妈妈妈 你不和爸爸抱在一起睡吗 你好像和其他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啊 我们的家庭比别人特殊 我们是特殊儿头 小语 我跟你爸呢 确实是有一些事情 你们现在还不懂 但是妈妈是爱你们的 嗯 睡吧 可是 你特殊这样有用吗 听我的没错 他们要睡在一起 感觉他会越来越好 嗯 在这干嘛呢 妈妈 你怎么跑到爸爸怀里了 妈妈 你是不是都趁我们睡着了 都趁跑到爸爸怀里了 哦哦哦哦 妈妈 你醒了 就放开我吧 妈妈 我们去吃早饭 走 吃早饭 小宝都告诉我了你们前几年的事情 如果不是小宝告诉我 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告诉我 你这几年过得有多难 你就不能多依靠我一点吗 都是小事 而且都已经过去了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 和你又没有关系 毕竟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提起来你 而且这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事 过得难 才是常态 有我在 我再也不会让你吃苦了 别人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不一样 牛 我没事的 我别多想 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承受 突然有一个后端 起来有点不习惯 郭婷晨 我们之间的时差 有留言 我不在乎 我会用以后的时间 来弥补这溜溜的空白 姜然然 相信我 好吗 也有什么事 因为我会用的 就像《写老》 在写老的 我会用的 他手机 在写老的 优优独播 我会用的 我会用的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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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裁 华林家的路总来了 知道了 妈妈在外面和路亚叔叔说话 爸爸我醒了 路亚叔叔是我干爹 他又帅又温柔 如果我妈妈喜欢他 我们是不是就要换爸爸了 爸爸是不能换的 爸爸竟然一点顶替性都没有 爸爸 妈妈和路亚叔叔在楼上 爸爸 如果妈妈和他二九申请了 你怎么办 你还会给我买玩具吗 路云 不过就是个小白脸 下次妈妈出车祸的时候 就是路亚叔叔救了他 路亚叔叔一直照顾我 还成了我干爹 没想到我都找到爸爸了 干爹还是这么坚持 他救我老婆 我确实应该感激他 但妄想强走我老婆 那就不礼貌了 但是万一妈妈对他肉心 你就没有老婆了 我的人谁也抢不走 Flow Como Silas 我现在很好 你放心吧 那你更要呢照顾好自己 亲眼没 听吧 爸爸来了 爹爹 怎么会有两个小坊 怎么会有两个小坊 这是介绍我一下 我叫顾小语 是小宝的双胞胎哥哥 你生的是双胞胎 那也就是说 我又多了一个个儿子 我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放开我夫人 我先回这边走了 看来是顾总 四座高几位啊 沈住 该怎么两个先回这 分付下面两个小时之内 把方案给我 好 这都什么方案 全部出血 这是充满实话 殷洁之鱼啊 你去看看江山山在干什么 是时候该我出马啦 夫人 你赶紧的看看总赞 不然我都不恐怕要倒霉了 这赶紧是工作上的事 我跟你帮我上班 你不得叫多发啊 夫人 整个公司的谜 都靠你了 出去 你怎么来了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我现在就走 就在那儿了 就在那儿了 这是哪个公司啊 你是要暗示我 得换个环境 该回家了 嗯 总裁 副委员 嗯 表现了错 为什么顾廷辰 每次都护着江然儿啊 怎么了乖 妈 江然儿竟然来顾氏 供应顾廷辰 这样下去 我还怎么嫁进顾家呀 什么 江然儿去了顾氏 你怎么不早说呀 妈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六年前 江然儿在国外结婚那个男人啊 就是顾廷辰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那 那他们现在 江然儿 江然儿 当年和顾廷辰秘密结婚 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啊 好在苍天有眼 顾廷辰啊 被他的竞争对手 害得昏迷不行 我就趁着这个机会 制造了一起车祸 正好赶在江然儿带孩子回顾家之前啊 蹲死他 我还让司机逼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 我只好让你爸呀 把他弄到乡下去 那他 那那个野种 岂不是顾廷辰的 不 顾家那个孩子 是江然儿认的 我收买那个司机 回来告诉我说 他亲眼看见那个孩子死了的 这个孩子呀 肯定是跟哪个野男人生的野种 既然能撞他一次 就能撞他第二次 要江然儿死 顾廷辰就是我的了 我 知道小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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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 这 这这 抱歉了江小姐 顾总吩咐了 务必要让您在这份离婚协议处上暗了上 孤定真 为什么 郭总说 她从一开始就没有爱你 只不过是你的死缠乱打的 孤定真 这边我变得好苦 对了 顾总让我给您带个话 说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感到十分的恶心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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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停伤 既然你六年前 宁愿害死我也要离婚 现在还做这些干什么 喂 杉杉杉杉杉杉 你没事吧杉杉 你醒了 你都已经睡了一天了 你昏迷的时候 喊过我的名字 还喊过那个陆渊的名字 你跟她 我有点口口了 你去帮我倒杯水吧 好 爸爸 妈妈醒了吗 妈妈一直在叫干爹的名字 是不是想她了 爸爸 如果妈妈一直想不起来你 你和陆渊生 Ruby 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你和陆渊生 这是你最喜欢的画 你有没有想起来什么 我 我 我应该想起来什么 你看这个戒指 你有没有很熟悉 这不是小宝脖子上戴的那个吗 这是我当年跟你求婚的戒指 顾定辰 顾定辰 这戒指带着不合适了 好 江然然 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 有没有 干爹 行 人 人 人 敬枕 儿子 喂 这是哪儿 燃燃呢 这里是医院 你都昏迷好几天了 什么 燃燃呢 那个女人 留下一张离婚协议 就离开了 开着车不知道要到哪里 不到的时候 只有一个空车 还把孩子 可怜的 留在了车上 孩子生下来了 不管了 然然不会 扔下我的孩子不管 他一定是生我气 谁让你四字 在国外结婚 反正那个女人 我也没见过 也不算是我顾家的正事儿媳 离了就离了 江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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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不能就这样放弃 江然然 我们的相遇是因为你救了我 我不相信你会忘记我 如果我们再次相遇 我相信你会做同样的事情 江然然 你疯了 尽量 你是不是要做得很危险 这场失忆的游戏 你到底还想玩多久啊 六年前分明是你逼着我离婚 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 明明是你留下了离婚蜥蜴和小雨 然后自己离开的 难道六年前的事情 有问题 吓唬 goodbye 走吧 妈咪你还没有听爸爸呢 我们俩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你别想太多 小宝 咱们今天也出去 走吧 小宝 咱们给小雨挑几件礼物吧 妈妈 我是哥哥 当晚要给弟弟买礼物了 妈妈 我替你买 你的钱还是自己留着吧 这是妈妈的心意 爸爸新嘴也帮你帮我看 说可以买好多东西的 你好 请问您是要挑选什么 我想挑几件童装 小男孩穿的 好的 我帮您看一下 我看这两件比较合适 嗯 是挺不错的 我们要稍微大一点的 行 我再帮您看看 好 谢谢 哟 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这里的消费可是不菲啊 懒得理你 自从你被爸爸赶出家门之后 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以你现在的工资 这家店的消费你也应该缩单不起 你可不要耽误人家店员的业绩 麻烦你再去帮我挑几件吧 坏人 你要欺负我妈妈是不是 小朋友 我也是为了你妈妈 你连自己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 姜然然 这么虚荣还来这里消费 这样可不好哟 谁说的 我知道我爸是谁 小朋友 你可别说是顾廷成哦 他呢 只不过是维护过你妈妈一次 你还当真啦 我爸就是顾廷成 姜然然 你的孩子呀 和你一样虚荣无用 虽然挺身的孩子 这么多年都被严密保护 谁都没有见过 但也不是谁都能冒充的 我没有说谎你不信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 哦 好啊 那你打吧 小宝 没事 咱们不用跟他浪费时间 走吧 哎 姐姐 我看啊 你在廷成身边工作时间长了 野心也大了 你不敢跟廷成打电话 那我就替你问问 喂 廷成 我是江城 啊 他在忙 没有空搭理你们这点小事 你好 刚才跳的那几件都帮我包起来吧 可以刷卡吧 可以 他的卡里啊 恐怕连一千块钱都没有 姐姐 你就别装了 妈妈 用这张卡 哎呀 姐姐 你的孩子没有见过银行卡吗 她竟然拿出一张玩具卡出来耍着玩 啊 真是笑死 妈妈 对不起我 我出门拿错卡了 没关系的 妈妈知道你是好心 抱歉 我孩子拿错卡了 刷这张吧 我要是你啊 就不会在她身上忘费时间了 刷卡吧 好啊 江湘姐 刷卡成功 这是票据 您本次消费三万元余额九千九百九十七万 十万 是不听称作的吗 这怎么可能 哼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怎么不可能 你个小野种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好欺负的江然然吗 滚 好 你给我等着 哎 江然然 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难道 是个国外那个野男人给他的 不是的爸爸 我听那个孩子的意思是 应该还没有找到那个男人 哼 无所谓 他竟然有钱 敢不给他的父亲 这就是大逆不道 是啊 爸爸 我每天为了江家辛辛苦苦地在故事工作 江家养了姐姐那么多年 我孝敬爸爸是应该的 哼哼 要不这样吧 明天呢 是茶茶过生日 叫然然回家来吃顿饭 哼 给他打电话 让他明天回家吃饭 就算是绑 我也让他把钱给我交出来 爸 哎 南人啊 什么事 还在生爸爸的气呀 哎呀 拍卖那个项链 爸爸也是迫不得已呀 哎 你不知道 爸爸这几年过了有多难 明天要没事 回家吃个饭 好 你 你 竟然管我电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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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呀 哎呀 都怪我 然然妈妈死得早 都把母女交好她啊 是啊 爸爸你别生气 姐姐她呀 向来脾气都不好 哼 她真是个不孝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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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明天我生日 为什么要将家人过来呀 哼 你知道怎么训狗吗 打得越狠哪 越听话 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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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被换了 你叫到江家了 你快去帮他 什么 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你要去哪儿 是不是咱人出事了 哼哼 哼 然然回来了 哎呀 你爸就等你好久了 哼哼 还知道回来 你叫我回来干什么 哼哼 是你爸想你了 啊 虽然这些年啊 你没有照顾你爸 但是 做父母的爱子之心 你也是要体谅的嘛 哼 你妈走了这么多年 也怪我对你疏于管教 才让你做了这么多错事 你都把我妈的项链拿去拍卖了 你还记得我妈啊 江氏要不是因为你的丑闻 濒临破产 只能被故事收购 我不拍卖项链 难道你让我睡大见不成啊 哎呀你别生气嘛 我们到底还是一家人 啊你别生气嘛 我们到底还是一家人 小姐生日 这是老爷专门为小姐准备的蛋糕呢 好好好 还是先吹蜡烛吧 你还记得今天是我呢 好呀 祝愿爸爸身体健康 祝愿 还是我们茶茶好 今天让你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 你卡里的钱怎么回事呢 所以你今天让我回来 只是为了给江茶茶过生日 然后算起我的钱 姐姐 你这是什么话呀 爸爸他在关心你 你妹妹替你照顾我这么多年 难道你不应该把钱给我吗 这才叫孝顺 哎呀你就别逼然然了 她可能啊还是不肯原谅我们 原谅什么 我妈当年施骨被喊你就进了我江家的门 你 哎 哎哎哎哎 哎 江珍 我已经不是六年前那个软弱的江然然了 我妈妈的花瓶 你还有脸放在这 哎 让开 江家与我无关 但是我妈妈的东西 我全都要拿走 江然然 江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跟我斗 下一次 去死吧 去死吧 哈哈 好小小 跟你妈一模一样 妈 我不是故意的 是姐姐为了藏花瓶摔下来的 哎 这 还不快给你姐姐道歉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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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 你没事吧 哪里受伤了 啊 我好疼 走 咱们去医院 啊 啊 好 让我苏然去医院吧 让开 我是然然最欠的朋友 然然没那么缺朋友 让开 你要疼的话在我身上靠一下 马上就到医院了 啊 你们江家给我一个交代 只是有些挫伤 还好我们的武装 好好好好休息吧 谢谢啊 哎 我为什么要自己跑到江家去啊 这是我的家事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还问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哎 你脖子上这个东西是用来凑身高的吗 方才 有这边 好 出去说 好好休息 总裁 江家那边说 芬是为了抢一个花瓶 不小心摔倒的 看来江家 是没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江茶茶现在做的那个项目 可以叫停了 好的总裁 马上去吧 你怎么来了 陆渊 你怎么来了 怎么看到我很失望啊 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你和顾廷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直想给小宝一个健全的家庭 顾廷生他还挺好的 你想给小宝一个家我也可以啊 陆渊 你就别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的 小宝叫了我六年的干爹 可是 廷生他毕竟是小宝的亲生父亲 而且我当年生的还是双胞胎 那你想过以后吗 当年我把你从邵赵的车里拖出来的时候 他在哪儿 这么多年了 他对你和小宝不问不问的 他要是在伤害你的话 你会一无所有的 陆渊 我不怕 小宝和小宇现在都过得很开心 这样我就知足了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啊 我原本以为 我爸对我还有那么一丝感情 六年前我的记忆太昏了 我只记得 我妈突然生病 我又出了车祸 等我回来 我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他 在我妈的灵堂上 她把刘芳和江茶茶带回来 竟然是比我小一岁 今天是她的生日 也是我的生日 可她却根本就不记得 当年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是你离开了我们 丁辰 我想你帮我 我想崩溃江家的一切 好 这是江家前几年 能用江市公款 做家长的证据 然然你没事吧 我们都很担心你啊 怎么 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那明天回来吧 你妹妹很愧疚 特意在家里做了饭 等着给你道歉呢 好啊 正好 我又给妹妹准备了一份大礼 来 姐姐姐 你来了 那个 你没事吧 送你关心姐姐啊 那我 送你回头 不是说要道歉吗 还要我等多久啊 姐姐 我们是亲姐妹 虽然你不喜欢我 你不道歉 那我就开始了 哼 江然然 你搞什么鬼 爸 之前僵尸破产重组 被你卖给故事 真的是因为我 废话 那这个里面 为什么全都是你 卢用公管 做假账的证据 这是什么 江然然啊 不是阿姨说你 你啊 还是太年轻 没事的阿姨 这只是备份 我电脑里多了什么 江然然 你去 江然然 你回来 是来找我们一家了吧 你别忘了 他年轻带那个野种回国 还是我记你敲得清 谁说我儿子是野种啊 姑总 姑总 什么不把您催来了啊 你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吗 不知道 这 什么 你怎么知道 不不不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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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做假账的 你胡说什么 清楚清算我们这样的资产 哎 什么 我被姑息借过了 这 这 江然然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是你们自作念 不可 关门 打扫 干什么 江总 你的这个情况啊 我已经报警了 嗯 想必进去做几年 应该是跑不掉 好 姑总 你你手下留情啊 姑总 据我所知 江市所有的产业 应该都归然然的母亲 哦 包括 这栋房子 应该跟你也没有关系吧 姑总 看看然然的面子上 你饶了我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这是股份和房产 我都还给人 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我们走 陆渊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江振做假装的消息 知道你的江甲 我带心你 没事 秦深已经帮我把我的东西都要回来了 干嘛了我弄 怎么听 我再不表示 家里的洪姓就要出墙了 陆先生 我夫人的事情呢 我会处理好的 以后啊 就不劳烦你了 夫人 顾总第一 顾总第一 不用这么大 如果我和然然有什么的话 还有你什么事啊 还有 既然你和然然在一起 那你就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否则我会随时回来把然然带走 没事的话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江珊珊 我会让你后悔的 喂哪位 您好 顾先生在城东出了车祸 您快过来 按 停车 停车 是你这又挺想把我骗过来 是啊 你个宠货 祝你好运 把他给我带走 你放开我 你 爸爸妈妈还不接电话吗 杉杉出事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亲爱的姐姐 你彻底的毁了我的生活 你以为我还会放过你吗 你本身可不小啊 啊 可惜啊 没有抓住你的儿子 不过你放心 等过几天 你儿子死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啊 什么冲着我来 你别把儿子扯进来 哦 冲着你来 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 我看这是房子 无所谓你怎么说 我在 嗯嗯嗯嗯 江总 我人家发现了 我 喂 妈 不是说你今天不要给我打电话 江小姐 你好 嗯 江青春 你怎么会拿着我妈的手机 你怎么对然然呢 我就是怎么对江夫人呢 顾提琛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顾提琛 妈 妈 你放了我妈 你放了我妈 你 你 你 快 救我 妈 她怎么会直接在这里 你一定要戴上这个戒指 我在里面装了GPS 这样你去哪儿 我都可以追过去 快 快送妈 快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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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吧 然然 你没事吧 特别 放了然然 到此为止 顾提琛 我了解你 你是绝对不到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放了他 我是不会生疤快速的 如果你敢伤害他 我是让你毁步当初 他能救我 早知道六年前 我就应该亲个动手 想到将然让他们两个孩子竟然还活着 原来是你干的 你放了我老黄 你放了我吗 人人都没事吧 你要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放开他 人人 没事吧人人 顾廷辰 你可真是痴情啊 可不我告诉你 游戏还没有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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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我们走 你还没有结束呢 我提前小心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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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廷辰 江源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人人 人人 你没事吧 顾廷辰 江源 人人 人死了都是因为你死 你们永远都会幸福的 你们永远都会幸福的 人人 你别 你别听他说的话 我受伤 不关你的事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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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丢下我啊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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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没事的人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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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呼吸气 安危 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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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请你在门外等候 病人血压下降 准备心飞复速 医生 你让我进去 我老婆在里面 你让我进去医生 你让我进去医生 你们正在手术 请你不要冲动 请你 顾琴拆江然然死了 就是因为你死的 你们永远都不会见过 江然然 我求你了 你赶紧醒过来吧 医生怎么样了 因为墙就过来了 但现在还没有苏醒 需要留意观察 总裁 你去休息一下吧 我要坐在这儿 等他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我 你去吧 哦 哼 战刘 我们已经错过了六年了 六年 我求你了 你快点醒了好不好 求你了 你醒了 我叫医生 医生 我老不醒了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好好休息可以放心了 谢谢啊 好好休息多睡会儿 总在 谁让你说话呢 没看我老婆在这睡觉呢 抱歉 我就想问你 要吃 出去 装睡是不是 笨蛋 笨蛋 笨蛋就笨蛋 能跟你待在一起就行了 少说话 多睡会儿 闭春日 这个 我还不知道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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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是要表演节目吗 江小姐 可以请你挑支舞吗 当然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什么 什么 我会打算 我也是一样